藥局大門深鎖 門口一地信件沒人領 雲林北港這間藥局 今年二月藥師無預警 人間蒸發 被指控欠興跑路 八 九 十 十一月 才會領到八月的獎師費 核銷比較晚下來 都是以這個理由跟我們說 受牽連的不只藥局本身 因為這名藥師 還設立兩個長照站 包含兩名長照員工以及獎師 通通沒拿到薪水 而這其實過往早有跡象 過往藥師就常拖欠薪資 還曾向人借錢 這次他車開了就跑 一開始大家還以為他被掳走 後來發現藥師設下斷點 買客運車票搭車離去 已經兩個多月音訊全無 二月四號我們去做查核的時候 家屬才跟我們反應是說 這個負責人在二月二號失蹤 長照站因為藥師欠薪已經收攤 十多名長者頓時成為流浪老人 衛生局擦屁股善後也輔導 長照員工對藥師提出告訴 拿回自己應得的薪資 計較六兵陳國二王世函雲林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